这是一张资料表 其实是我最不喜欢呈现的内容 最不喜欢呈现内容 好 那我们假设我想要去观看 20 例如说 刚刚有几个重要的年 各年的统计 所以我现在我把它增加 我想要去做那个 各年统计2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各年统计的这张资料表 复制它 然后贴过来 贴到这边 贴上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几个重要的年 然后接下来以发生率 把这一张复制 贴上 好 那我们现在 如果我想要看的是只有这一年 这一年 就是我只看2014年 你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2014年 对不起 我觉得这样子看到各行政区 太复杂了 所以我先把这张资料表 先改成限式 可以吗 限式 点到它 点到它 好 但是 但是如果说是这样子比的话 我又觉得说 我们应该把它换成什么方式来比 这个直条图 比较 各位可能比较看得懂 例如说2014年这一年 2014年这一年 有看到高雄市 就是这边有深的颜色 就是这个县市 那2015年呢 有看到吗 台南市 好 这一年也是蛮特殊的 有看到 我觉得比较特殊一点是 你仔细看这个屏东线 屏东线 因为它本来就不高 但是 但是如果你看纵观每一年 你看这一年 2007年 它是台南市 有看到吗 所以如果说当你今天逐年来去观看的时候 就是这几个特殊的年来去观看的时候 这个 这个2002年 高雄市最多 然后接下来看这一年的时候 高雄市最多 这年2015年台南市最多 甚至你去看 这个第四名多的 也是台南市最多 2000人里面其中有 那个 这个发生率来看 发生率 这是就发生率来看 这是病例数 病例数来去看 可以吗 这些数字 其实是有代表一些意义的 然后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就是当你今天 你要去做资料呈现的时候 你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说明 让主管可以了解 例如说 那今年 例如说在这边2015年是这样子 2016年 2016年还是高雄市 因为它已经很低了 因为它已经很低了 再来2017年 第一到我点都点不到了 好 怎么样可以点到它 如果说你一定要点到它 那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在右边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把这个发病日 改成清单的方式 清单 然后记得 记得这个资料要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好 你看你选2017年 2018年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假设我现在 我只看2017年 2017年 然后台北市还最高 2016年 有看到 高雄市 2015年 有看到 2014年 好 这样就一定选得到 好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当然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 你可能还是要把那个全选叫出来 好 这是方便我们来去观看 看资料 好 请你们自己去玩 这个各年的一个 登革热发生率的统计 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登革热资料 它也提供了好多好多资讯在里面 所以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去看一下 例如说针对年龄碟 那我们想要知道说 登革热号发生在几岁 或者是说我想要针对性别 好 蚊子喜欢丁男生 是喜欢丁女生 或者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 是否为本土型 是否为境外移入 各位知道什么叫境外移入吗 应该是应该是说 例如说他是出国 出国 然后带回来的 可以了解 像例如说 你觉得台北市 台北市 它确实会发生 确实这个病患 它会是登革热的病患 但是它会是境外移入 还是本土发生 台北市应该都是境外移入居多 对吧 那高雄市呢 可能是本土 那我们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帮助吗 高雄它的防疫的地方 跟什么台北防疫的地方 就不一样了 有听懂吗 好 我等一下我再讲 反正重点就是 它提供了好多好多资料 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只要去想 我们行政上面 我们怎么应用这些资料 好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首先 首先我们可能比较关心的是 登革热 它是属于境外移入 还是本土居多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观看 各县市 各县市登革热的发生数好了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画一张资料表 我先要连续画完两张资料表 一张是 因为我想要知道说 各县市 然后是否为境外移入 这件事 好 所以首先是各县市 画一张资料表 所以选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跟感染县市有没有差别 有吧 可是因为我们刚一直都没有做感染县市 感染 好吧 我们就做感染县市 感染县市的登革热 确定病例数 我们可以发现 台北市 高雄市 台南市 那请问你知不知道 None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他在哪里感染 好 因为像我用这感染县市 的登革热的病例数 好 那其实像这样资料 我们大概只要取前五名就好了 前五名来去观看 好 那我先把资料打开来 好 大概知道这个数字 再接下来 这几个县市呢 他是否为境外移入 境外移入 我是为了让你们看得懂 所以我就不想要用这个原型图 我最后也讲说为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再画一个 是否为境外移入 境外移入 是否为境外移入 的那个 什么图呢 我看也画一个群组直挑图 然后确定病例数 然后请把它 请把它改成总计百分比 然后把值显示出来 好 这张资料表在呈现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95% 96% 通通都是什么 否境外移入 不是境外移入 不是境外移入 就是本土个案 对不对 本土 可以发现这件事 对吧 那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4% 是境外移入 就是国外 它去了国外 然后带进来的 好 那我现在要点它 我要点它 高雄市 可以看到 高雄市全部都是本土 有看到这件事 好 既然是本土 本土的个案 不是境外移入 那就全部都 它这边写 全部都不是境外移入 那就全部都是本土个案 对吧 所以请问你 你的防疫的工作要怎么做 每个地方通通都要做 对吧 可以了解 有听懂这件事 好 台北市呢 又来了 跟刚刚一样的问题 台北市 对不起 我 这两个是 对 我觉得不能用 应该用居住县市吧 因为 居住县市 因为它在哪一个县市感染 例如说好了 我 虽然住台北 我住桃园 但是因为我是去高雄出差 对不对 它这边记录的还是高雄 听得懂 感染县市嘛 所以对不起 我们用居住县市 因为 为什么用居住县市 因为我分析我带病头医 我一定是回桃园 才会看医生 对不对 所以应该用居住县市 然后这笔账会寄在桃园 例如说我去 那个闽胜医院 他就会通报 通报到卫福部 然后寄在桃园市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不要用感染 所以请把感染改成什么 这个把它改一下 改成居住县市 既然是居住县市 我就用居住县市2 然后把感染县市关掉 好 你看一下 当我点一下这个 高雄市 高雄市几乎99%都是什么 本土型 好 那我们现在 我重点是要给你们看 台北市 台北市 你有没有发现 台北市 大部分七成多 将近八成 全部都是什么 境外 境外移入进来的 好 那既然是境外移入 你觉得要怎么防疫 如果说现在是 八月份开始 那我们台北市 也要做那个防疫 那你觉得 他在哪些地方做 车站 机场 松山机场 对不对 桃园国际机场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一个是什么 全部每一个地方都要去做防疫 另外一个县市 他可能做的就不是这么一件事了 这样理解 理解你要懂行政上的应用 有听懂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可是我现在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从历年来的资料 我们看到了这个现象 然后我们怎么应用在行政作业上 可以吗 好 这个我希望说 我只是做两张 因为第一天我们是不是有教你画这些图 然后 左边这张图很简单 就各线是登革热的发生 发生数 然后右边这张图呢 右边这张图就是 是否为境外移入 然后我把那个值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百分比 那个高雄跟台南都一样 因为他们都在那个浊水溪以南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还有那个台东 屏东都一样 都是本土型 可是可是那个 其他的县市全部都是境外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不同县市 它有不同的一个防疫的方式 好 请你画出这两张图来去看它的一个差异性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刚刚做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说在防疫上的应用 可是其实还可以分析好多东西 因为我最后我想要讲到年龄别 年龄别 好 那我们来看看文子 它到底是不是就是见肉就吸 然后无分性别 这样理解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 好 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一样我们用这个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我们来去画画看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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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定病例数 然后把这个确定病例数改成什么 改成 总计百分比 好 我们先来看 这个其实不用看 这个 请问 为什么没有性别 这个我们先暂时不宜讨论 好吗 可能他忘记勾了吧 可是我们现在去看 高雄市 对 我顺便把这个直呈现出来 请问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 文子是不是公平的 对不对 他只要 他不管性别 反正只要是能够吸就尽量吸 对吧 好 然后我们来看高雄市 是不是也是差不多 对不对 好 那台南市呢 是不是也是差不多 而且好像都是女生稍微高了一点点 好 不用太在意 我们就差不多 好 那接下来呢 因为如果你要讲差不多 其实原型图更棒 对不起 要点到这张图 这张图不是更 更能够凸显差不多这件事 对吧 好 可是我为了要让你们看第三个县市 例如说屏东县应该也是差不多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缘关系 好 那接下来台北市是有什么 境外移入居多 有没有差别了 有没有差别了 哇 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 台北市 文子喜欢丁男生多过于喜欢丁女生 对吗 当然不对 因为男生会出差 因为男生会出差 所以你这边你要做那一段的分析哦 不然不能随便乱讲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象 你必须要再收集资料 就是说 这个个案 它是因为出差 因为我们说它是境外 境外 对不对 刚刚我们已经 这边已经搞出一件事情了 就是 它是境外移入居多 这边有七乘七 所以很有可能 它不是在本地被咬到 那它为什么 它为什么会是 那个境外移入呢 所以应该是 它跑去别的地方 就是 着水溪以南的地方 然后被文子咬到 那是不是因为出差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说 可能 可能 女生的那个 就是 到着水溪以南的 几率 跟男生来做比较 男生是比较高一点 也不是每一个去出差人 都会被咬到啊 这样理解吗 好 我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在做研究 听得懂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一个碗豆 为什么这一代 它就比较高 长得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就是有些长得比较低一点 这样了解 哇 它做了多少代的四代研究啊 然后呢 更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生物学家 他们那个论文是要再现性 所以 所以哦 当时哦 就是学者啊 就是在省政这篇论文的时候 他就要实际的也去种碗豆 对吧 很合理啊 就他种出来的结果 会是跟那个就是原本论文所写的那个世代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哦 反正就是那个因为不一样 所以他就认为说他做错了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现象台北市 好那你要去解释为什么 这个时候你要拿更多的资料 可是你觉得登格热里面会不会有记录这是就是这是这是这是境外一路 没错 但是他会不会有记载这一个人他是因为出差就是他的工作地点工作地点就是他前一日到哪里去 他没有记录这么多 那如果有在做这些记录的话 其实可以看他的记录里面来去再做这些判断 那台北市是如此 那新北市呢 是不是也是如此 因为他们都是境外一路的 都是境外一路居多 然后台中市 虽然他在浊水溪以北一点点地方 但是他也是境外一路居多 好 接下来桃圆市 桃圆市 有看到吗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去来去就是看到这个现象 好 然后来去做研究 然后再去发表告诉别人这件事情 好 那请问一下 这可以当做是什么政策的拟定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分析了一大月我也可以再继续分析啊 好 我等一下我要分析的是年龄跌 那就很重要 因为那个那个例如说好了 我发现那个登革日如果都是号发生在小朋友 你觉得是小朋友会 会 会 就是被蚊子 因为蚊子会到处飞来飞去嘛 对不对 所以小朋友虽然没有出去出差 对不对 他还是会被蚊子听到啊 这样了解啊 好 那那 在这边年龄别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来去分析关切的重点 就是说小朋友因为他不会出差嘛 所以居家环境如果他被感染那就是居家环境的问题了 对不对 那居家环境那是不是就变成那个叫做有时候已经不是卫生局局局管单位的事了 还要涉及到什么社工 就是他把一大堆垃圾都带回家里 对不对 所以牵涉到的层面可能还不只是就是卫生单位的事情 好 反正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你觉得在这个地方 性别如果很重要 你也可以再继续研究 但是你在这边因为得不到更进一步的资料 可能就中断了 你不能说我猜 因为研究不能这样做嘛 对不对 好 那在你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知道这件事到底对我们政策有什么帮助 或我要怎么拟定 这是各位一定要去思考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就好像说 请问 我随便问你因为你在捷运嘛 那元旦就是跨年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这跟你们捷运有什么关系 我找的歌手也不一样 听着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去做那个这样子性别的分析 有时候我们会去有特别的原因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想这张图应该不难去理解 像高雄的话这边是差不多 高雄台南屏东这边男女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维持维持维持一半一半 就是蚊子他只要是他不管性别就对了 那高雄市台北市呢 他就有点区别了 四乘五到五乘五 就是男生比较多 可是这个男生比较多 依据千万不要怀疑或假设 我们只要解读资料就好了 解读资料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男生 男生的比例是比女生高的 就是蚊子登革热的患者 男生多于女生 在台北市这边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 意思来推 好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那种非左水性以男 所以你其实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个分群其实也可以做做看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想继续讲这件事 当今天这张图 这张图 因为他是用比例来去观看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圆形图来呈现 可是圆形图 我现在给你看 当我点到高雄 是不是一半一半 对不对 还是一条直线 一半一半 那台南也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屏东一半一半 那台北呢 有看到吗 稍微就偏到右边去 就是 这个是男生 这边是 这边是女生 这边是男生 这边是男生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这样子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方式 左边是男生 那这样一张图 它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假如说今天是三分天下的时候 它的比较是很难比的 三分天下 像那个商业资料里面 它是不是有三个类别 那是很难比的 因为都长差不多 可以了解 一半一半这是很好比的 像这个男女性别是很好比的 可以吗 所以通常我们很少 就是很漂亮 圆形图是比较漂亮 但是我们比较少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不然就是单独呈现 在那个 在制作 制作这种图的时候 就是 等于说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化分析 这个圆形图 它有一个 不太好解释的地方 举例来说 这边你不禁就要去询问 这边这49.23跟这个49.23的差别 反正就是到时候是会有一些 不晓得该怎么解释的地方 尤其是三分天下的时候 好 所以请你们可以去玩一下圆形图 但是最后我觉得还是 点回来这个直条图会比较适合一点 这个群组直条图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各显示它的一个显示的情形 好 请你们先动手玩一下性别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 年龄别 好 那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要继续来观看 年龄别 好 等一下 我再开这个档案 请问一下 这个登革热 登革热 年龄别 我先画那个 各年龄别 既然要画到各年龄别的一个 就是登革热的一个情形 我们来去 年龄别 统计 好 那首先它在这边有一个叫年龄层 所以我们当时用年龄层 年龄层它在这边是不是有分什么 0 1 10到14 15到19 我们先不管它的顺序 我们用直条图来去呈现 它的登革热 确定病例数 所以我们大致上 大致上可以知道 它蚊子 蚊子 登革热号发生在70岁以上 有看到 接下来是55到59 60到64 50到54 可以吗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会得到登革热 会就是被蚊子咬 有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去公园运动 有可能 早上被蚊子咬到 就是去蚊子比较多的地方 还有呢 还有呢 反应比较慢 年纪比较大一点 反应比较慢 蚊子可能已经盯了一小段时间 然后才把它给胎死 或者赶走 可以吗 那小朋友呢 小朋友 我们先不管说它是怎么分 反正小朋友 为什么把它分零岁 其他都是五岁 为什么这边就从出生额 然后一岁两岁三岁四岁 为什么把它分这么细 基于保护小朋友 就是因为早期那个小朋友 那个死亡率还蛮高 现在很低了 对不对 现在那个新生额 基本上那个 你要知道这个资料是从很早很早之前 他去搜案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 假设他定出来的标准就是零岁要统计 再分开 那接下来 接下来他会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就是他的资料表的填写 然后最后由人工来去把资料表内容打进去 所以1998年那个时候的政策 跟现在一定会有区别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好像那个新生额比较少费钉 为什么 对啊 都在家里 对不对 好 这样大概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分布好像还蛮合理的 那这边有一个很关键掉下去的地方 这些人就是什么 就是活泼力比较旺盛的 那个你看5岁到9岁啊 10岁到14岁 15岁到19岁 就是那个小朋友 青少年这种阶段嘛 因为他们活动力是不是比较大一点 这样理解 刚刚我们这样子推测其实还蛮合理的 好 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依照年名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 但是这个资料可不可以也拿去做什么资料的分析 当然也是可以的 就是假设我刚刚做各县市 各县市来看就是各县市各年名城 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个差异性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只看前几个县市 前几个县市 然后请把这个资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确定病率数 我们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高雄市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什么意思 当我点了高雄市 这边应该就是各年名城的变化 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异 这个呢 这边就差很多了 有看到吗 70岁以上这边增加了很多 台南市 好 我的意思是说 高雄跟台南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高雄反而70岁以上的人 他是下降的 下降的 但是在台南 他70岁以上是上升的 为什么 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的 就是在可以形成政策 台南市的一个防疫 应该这边要注意 那台北市呢 台北市你看到 20到24 25到29 30到34 35到39 为什么是20岁到40岁之间 台北市 为什么 对 就是出差啊 到南部去的居多 因为 刚刚一样是刚刚那样子的议题 这样了解 好 那台北市是这样 请问你新北市是不是也应该差不多 就不会像高雄市台南市那样子了 对吧 你看 这是新北市也差不多就是这边是最多的 然后台中市也是这边最多 然后桃园市也是这边最多 可以没解吗 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 假设假设在那个高雄有流 登革热发生的时候 你就要多做 多可能在那个捷运上吧 捷运上 然后去就是火车上 火车上坐自强号 那个这些旅客 稍微提醒他们 通知他们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也是一种政策的拟定 你要想到说 好 我今天我会分析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 你要怎么样去在政策上面有所帮助 这才是应用 我喜欢教应用 我不喜欢教你什么三个V 其中第二个V 我们就是在讲那个资料很快速的交换 然后视觉化报表及时的呈现 讲那些不太重要 但是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 公位上面的一个政策的拟定 或者是引导你朝这个方面来去调整我们的政策 这样我们才能够透过大数据分析这个课程 有所帮助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就是说年名别 年名别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针对这个 零 一 二 三 四 就 我想要去做一个排序 排序依照什么来做排序 依照 那个 年龄层来做排序 这边的排序 依照年龄层来去做排序 可以吗 然后看是地争还是地界 应该是地争 没有地界 看年龄这件事情没有人在看地界 对吧 听得懂 像那个如果说我们用时间走 那一定是历史到现在 对吧 没有颠倒过来看的啦 对不对 我们的历史是怎么学的 绝对不是先学民国再学皇帝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都是固定的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很乱 所以首先我要先把 零 一 二 三 四 整合在一起 因为收案归收案 可是我们是视觉化 视觉化我们可以把它并在一起来看 否则这几个单项加起来 是不是约等于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 那首先先把这个结合起来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请问 这边是不是 针对这个资料 零 一 二 三 四 你觉得要换成什么 零到四 对不对 我觉得换成零到四 不好 换成零零到零四 比较好 因为它是用一个文字的方式呈现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它是零的话 我要把它变成零零到零四 如果它是一 我也要把它变成零零到零四 依此类推 那如果 如果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五到九在哪里 这边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变成零五到零九 然后 这边它才会排到前面去 好 请问 我这样讲 你们会不会做 用衣服来去做调整 请问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年龄层 我是不是应该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删掉 我是不是应该再写一个叫年龄层二 对不对 那请问 我在这边我要用滑鼠右键在登革热里面 点它 然后做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是每一个资料我都要把它改写 那当然我刚刚说的 10到14以上的 我就不变了 好 所以新增资料行 这要写很多 这叫年龄层二 年龄层二 等于什么 一幅 一幅 如果说 如果说 年龄层 年龄层 等于零 我要把它变成什么 零零到零四 对吧 对 接下来继续写 写什么 一幅 假如 年龄层 等于 等于都要一 我要把它变成零零到零四 可以吗 复制它 你可以用 shift加intel换行 继续写 二 我不小心按了 enter 来继续修改 shift加intel 贴上 三 shift加intel 四 shift加intel 这边是什么 5到9 改成 05到09 否则就维持原状 对吧 维持原状就是什么 就是年龄层 要几个右刮弧呢 这边是不是123456 所以你右边就要6个 2 3 123456 可以吗 一定要就是最右边这一个对应到左上角这一个左刮弧 可以吗 然后enter 因为这个一符不难写了 好 好 那 接下来 这里面 这张表 这张年龄层这张表的栏位 我是不是要把年龄层2 搬到它上面 然后把这个年龄层拿掉 好 记得哦 它可能排序动到了 所以我们去做什么 地争 这边 这边是不是放00到04 05到09 好 依此类推 这边是不是按照那个顺序排了 不是 我刚没有调整到依据年龄层2 这样才对哦 要用年龄层2来排序哦 然后 然后这样子我们来去看 这样我们来去看 你又看到了什么 你又看到了什么 他的高峰在这个地方 就是以所有的案例来去看 他高峰在这里 好 那为什么1988年 他把70岁以上全部都收入在一起 因为当时的那个平均余命 没有现在这么高 所以那个时候做是合理的 现在 现在呢 就是应该可能要做到 像台北市 台北市女生的平均余命是多少 88岁 对不对 那既然平均 平均大家都可以活到 就是平均岁数是88岁 你就没有道理 只统计到70 把70以上全部都放在一起 这是不合理的一个做法 可以吗 就是 可是你要想 我们这收案已经收了20多年了 所以当时的做法跟现在我们要稍微再做一些调整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去呈现 我们才会知道说他的峰值在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探讨为什么了 可以吗 为什么是在50到65岁 50到65岁是他的峰值 好 那 那 其实这边好像感觉这边有一个峰值 这边又有一个峰值 好啦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样子才能够 刚刚那种方式 你用年名城 他资料是跑来跑去的 你根本就不好去看他的一个分部 现在我们才比较好来去看他的分部 然后你再去看一下高雄市是怎么样 就差不多就是整体 因为高雄市为主 高雄市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只看台北市呢 他的峰值就是在 中 不对 你知道那个WHO 他现在平定 中年人到70岁 就是整个都往上提升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做刚刚那个衣服 就是写那个函字 我就不写了 实在太长了 还是我要不要切换给你们拍一下照 因为那个衣服不难 然后我给他做一些卡红的 我先放在一边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然后我给你一边 好 好 你